我是赵婷,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话 今天呢很高兴千呼万唤 诶,是怎么念?千呼万唤 使出来 使出来啊 为什么,因为有个老师在旁边 美丽的绿君妈妈 原来这个要这么美的美女 感觉好像从古代 继续投胎来这个现代的 读懂古人的痛就能跳过现代的坑 史上最潮的国学经典林丽君 丽君妈妈,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怎么那么漂亮 哎呦,谢谢你 新华大学中文系,对不对 对 哇,清大耶 清大其实女生比较少 嗯,我那个年代 二十年前,很少 女生非常少 所以你一进去应该就很多那个竹科的 那个,现在是竹科的主管 开始说,哦 你中文系来了一个美女 哦,好漂亮哦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大概就八份或九份早餐 美女哦 在你的桌上 没有 我是吃别人的早餐 因为我室友更漂亮 我的室友更是大美女 她后来还参加了什么 什么吴宗宪的蜜桃女孩 她更漂亮 因为也是清大中文的 真的哦 对对对,所以我都吃她的早餐 她早餐是真的七八份,没错 很多份对不对 对对对对,早餐加宵夜这样 哇,你们这种美女怎么都会到清大中文系 有特别选到还是说因为正好分说到那边 哦,我的话是真的因为国文成绩比较好 所以我就顺理成章说 既然国文成绩好,那我就念中文系吧 对,我的话是这个样子 因为很多人念中文系是真的很喜欢中文 有一些是因为分数的关系 嗯,我看起来你是真的很喜欢 因为你在这本书当中 写到了好多古人的一些内容 尤其是古文 对 现在呢,我们刚刚还在讲 我说现在国中的古文变比较少一点点了 那孩子们呢 其实阅读古文的能力 跟我们那个年代当中 已经不太一样了 是是是,没错 我也觉得现在的古文真的 因为我女儿也是国中生嘛 那我翻她的课本 我会发现国中课本的古文的比例 真的偏的很,偏少 可是你去看会考的考卷 还是会考 古文还是会考 而且占的还蛮多的哦 至少30%左右 你女儿已经是国中生 她会不会觉得绿军妈妈 是她的妈妈会有压力 因为你中文那么好 你看她考卷都是看中国文成绩吗 哦对 不过她国文成绩不错 她是语文自由生 对,所以她的国文英文 她数学就不行了啦 就跟我一样,我数学也不行 对对对 但她国文跟英文都还不错 在这书上有写到了 就是有一些 我们比较了解历史上的一些人物 这些人物你是怎么挑选的 而且你一开始写的就是写到项羽 对不对 前面就写到项羽了 对对对 其实挑这些人物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就是我因为喜欢这些人物 所以特别去写她 然后这些人物她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的人生都没有那么完美 比如说我们看项羽好了 项羽哇,她是贵族出身 然后她长得又帅 身高又高 力气又大 又很会作战 对 然后女朋友老婆很漂亮 又美 对又美 她就是人生胜利组啊 可是她的对手是一个像流氓 一样的 流邦 流邦 流邦在那个时候大概50岁 就是个老头子 不学无数 还会去引诱别人的太太 没错 对,她就是这样子的人 但你会觉得有时候食也运也命也 是的 对 所以我们在看项羽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是很惋惜的 就是像这样子出身这么好的一个人 然后什么都有了 可是竟然最后是 她最后的下场真的很悲惨 是被粉湿的 对,因为大家都要她的那个 可以去粉 失手去领降 对,去分封地这样子 所以她最后的结果是 她全身上下就是被粉湿 好惨哦 对,非战之罪啊 其实我以前历史也不是太好 但我因为有一个很爱看京剧的妈妈 所以呢 就是到了这个里头去看一些戏 然后你才会看到说 哦,其实里头的戏里头也会谈到很多历史嘛 对,对 那但是文言文这个东西啊 像你说了你喜欢项羽 所以你还特别的把这个项羽跟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文字 用白话文的让我们了解 对,就是我 我刚刚有讲过说 我特别选这些人物是因为这些人物没有那么完美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古人的痛 其实到现在我们都有 我想要借这些故事来陪伴大家 来安慰大家 那当然我们在跟古文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距离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这些古文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真的是绞尽脑汁 然后想办法用比较现代的话 然后去写这些东西 其实语文哦,就过几年就会有一些推陈出新的 就有不同的 对 像现在小孩子有讲的说你塑胶我 哦 你知道塑胶我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就是,是有点像欺骗吗?嘲弄吗? 应该是你不鸟我 不鸟我吗? 因为塑胶是透明的 对 无事哦 无事我不鸟我,你塑胶我 哦 你当我塑胶 你当我是塑胶 你当我是塑胶 对,就是他们有好多好奇怪的名词哦 对 对,我们都要到网 还好现在有个东西叫做网路 可以查一下 对,要查一下 那以前看古文,说实在话啦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押韵还蛮美的 嗯嗯嗯嗯 他们有一些文字的押韵是非常非常美的 对,对不对 是可以唱的 是可以唱 哦,他们是可以唱的 所以其实你要看不同的朝代 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你说韩国啊 或者是 你有没有听到说有一些韩国的文字 它其实听起来有点像中文或门南语 所以它可能是跟那个朝代有关系 对对对,我们都会说 如果你要看唐代的话 你要到日本去 如果你要看宋代的话 你要到韩国去 对,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啦 就的确在日本跟韩国 他们都受我们的影响很深 就包括我在书里面有提到 像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就流传到当时的日本跟韩国 嗯,而且他们日本是非常非常喜欢白居易的哦 嗯,他们就把白居易视为大神 甚至他们有编了一个类似像唐诗三百首的那种书一样 嗯,然后里面白居易的诗是占最多的 不是李白也不是杜甫哦,是白居易 哇哦 占了最多的诗 嗯,那像那个我们在看原式物语 嗯,那个指示部 嗯,他也是白居易的脑粉 嗯,你就看他的原式物语里面 用超多的长恨歌的 那个诗文在里面 嗯,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爱白居易 所以如果说比较日本跟韩国 他们现在又回到喜欢看一些古文 台湾可能就 现在就比较 呃,比较少重视这一点 嗯,但回到了你的书当中 其实你刚刚讲到了 像是我们讲到项羽 讲到四面楚歌嘛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知道 四面楚歌成语是怎么来的 嗯,我们可能也只知道这样子 但如果说去 看古文哦 有一点难 有一点深度 所以我看你特别的就把它给放 就是拿了几段出来 让大家可以看到 对不对 就像那个项羽有说 立巴山西气盖世 这个,就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背过 有有有 其实我这本书在写的时候 我有特别把那个文言文 拉出来 然后我的编辑也很用心 他就把那些文言文的那些 旁边做点点的注释 对,让大家知道说 哦,这个是文言文 那我就把 我的文言文比重也有增加啦 我希望大家就是文白这样子看 可以多念点文言文进去 是,所以其实很推荐 绿军马拉这本书 因为里头他有谈到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项羽为什么到后来会这样 对,他是因为他很 优柔寡 但在鸿门宴当中 没有把刘邦给 擦擦 擦擦掉 还是说他的决策错误 比如说他的 首都在哪里 你还讲到了川普嘛 就是说是 地方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待会儿继续聊 读懂古人的痛就能跳过现代的坑 现代有好多坑 古人有好多的痛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历史 就发现历史不断地在重演 比如说很多东西合在一起 过一阵又要分 分了以后又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你看政治人物当中 就会发现他们明明知道怎么做会比较好 但他们就是不要 就有时候人就是一股气 就是我不要 就是不要 对,对 历史上不是也都这样 是的 我们就可以谈到像苏氏 苏氏就是的确是一个比较 他在政治上还有很多话想说 是 对,然后他也很有才能 但很可惜的就是 他实在说太多了 所以就一直一直被贬 对,你看他被 被贬了大概 整个中国他几乎应该都走遍了 哇太棒了 可以从中国走遍 对,然后他就被 最远当是被贬 被贬到那个海南岛 所以 不过他 因为他个性是非常的旷大 也非常的 就是 看得开 是 所以即使他被贬 他都能够走出他一个心境 一个另外一个天地出来 但说话这个东西 或者说 去给人家建议这种东西 有时候说多跟说少 真的很难拿捏 因为你也要看你的帝王是什么样的个性 没错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食不我语 或者说 可能乱世是出英雄 那有一些英雄可能在 不是在乱世的时候 人家也不是很喜欢你 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 时代跟氛围很重要 没错 像苏世他的那个时代 跟我们现在有点像 新旧党争 两党在那边争执 但苏世他这个人 他其实他的原则是 只要这个政策 是对人民好的 那他就会 他不看党 他就看那个政策到底好不好 然后所以他曾经 其实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说 他觉得现在 那个时候的人 他说现在的人啊 大家都只看 人 就只看党 而不看原则 不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为人民好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是活得非常痛苦的 因为他有时候觉得 新党的东西是很好的 但是有时候觉得 旧党的东西也不错 所以他这两边不是人 没有办法 人家说 你到底是新党 还是旧党啊 你到底是 这个就好像是墙头草 对 对 所以他有一阵子就是因为 跟中央实在不合 没办法 跟晚安史不合 所以他就自请到杭州去 去那边 他那时候是真的过得很快乐 但是因为他树立太多敌人了 所以就五台十案 就大家就开始 从他的室里面去找一些猫腻啊 说你讲个什么话 你可能对君主不好 不对这样 当你要去找一个人 缺点的时候 你现在很容易啦 如果说 我就是就说 我一定要找到你的错的话 就很容易找 一定找得到啦 是 没错 所以 他说是又很爱写文章 又很爱写一些诗什么的 所以当然他就会很容易被抓到把柄 对 那第一次的那个乌台十案 就真的把他打到了人生的最谷底 对 所以他就被贬到了黄州去 不过乌台十案那阵子他真的 他以为他自己差点要死掉了 但没有 宋神中还是放了他一条命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我们才会看到好多很棒的文章 是的 从那个时候 因为从东坡我们看他的作品有分 有划分一些时期嘛 黄州之前是比较属于传统世代府的路 他路子就是比较 文章是好是好 但是就是四评八文的 并不是那么让人觉得很惊艳 可是黄州之后也就是乌台十案之后 他写了赤壁妇 他那个整个高度就已经到了人生的哲学 赤壁妇也是你很喜欢的文章 我非常喜欢赤壁妇非常喜欢 为什么会喜欢 因为他我觉得那个已经是在精神世界上给你一个很超脱世俗 让你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 你所有 要怎么讲 因为赤壁妇有讲到说 这个世界上的物 都是取之不尽 你看到的东西都不是你独有的 你可以一直去看着他那些美景啊 那些什么的 所以你在当下的时候 你只要去享受那个当下的美景就好 那有些人他 看不到这些美丽的东西 只在乎很世俗很物质的东西 那他人生就会活得非常不快乐 可是你应该要放下 你应该去看着月亮 看着那些山啊 看着那些漂亮的美景 就好好享受你的人生 那时候他的精神世界是超多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 十七十八岁的你 在看这个赤壁妇的时候 因为我想那时候应该是十七十八岁读的时候 对 真的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不对 非常的感动 就想说我看的月亮也是 苏诗那时候看的月亮 他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 因为那时候压力很大嘛 又要联考 对 所以苏诗就说放下吧 你要好好去享受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 所以绿君妈妈也是一个好感性的人 对不对 我们看着一样的月亮了 就算几千年 都是一样的月亮 对 所以人生也没什么好过不去的事情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咯 我是赵婷 这本书呢 是非常适合在要考学册的年轻朋友们 赶快要读这本书 读懂古人的痛就能跳过现代的看 好 那其实也不见得是学册啦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现在好像很少在所谓的看到以前的书啦 温故知心 有时候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古文 你现在感觉上就觉得说 哇以前的感受跟现在不一样 像我们那个年代 未复新词强戳仇 最喜欢看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寻寻觅觅觅 就喜欢读寻觅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好凄惨喔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年代啊 对不对 就是觉得哇 好美喔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遭受到一些人生的 就年轻的时候会觉得 过一点苦是美的 对 对那时候太过太顺遂了 然后呢 像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 我复修琵琶嘛 所以我就什么大猪小猪落玉盘啊 就会觉得那一段很棒 是是是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 所以有时候 你在读古文的时候 你可以跳跃时空 想到古人的生活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会发现古人跟我们的情绪 那时候感觉都是 几乎都是一样的 几千年来也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说实在话 现在很多的剧都乱改 有没有发现 因为如果看到那个穿越剧 现在听说大陆不准拍穿越剧 但那个剧真的乱改 我实在是不太知道 他们那个历史怎么可以改成这样 所以现在很多小朋友 其实有时候看剧来了解历史 也不见得是正确的 对对的确的确 因为为了一些戏剧效果 可能有一些剧真的是 改得比较夸张一点 对 好 回到你刚刚最喜欢的 我都说都没有念到嘛 赤富碧 你最喜欢的那一段是什么呢 看一下 对不对 看一下赤富碧 你说 你那个年代说 我们不管是怎么样 但我们还是有 月亮也都还在我们的身边 就是这一段 赤者如私 他意思就是说江水啊 还有月亮是不停的消长跟循环 那今天离开了 明天又会回来 所以看起来像消失了 可是实际上他还是在那里 所以就看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他 你可以当自己是永远的 永恒的存在 可是你也可以当自己是瞬间的死去 所以天地和自己都是无权无尽的 那你有什么好去追求跟羡慕的 对 你讲得好清楚 但小朋友一看古文 听不懂 看不懂 我觉得这个也蛮难的 针结就在这边 对对对 其实赤皮肤它其实有点上升到 我觉得是庄子啊 那种哲学的高度了 所以小朋友在念的时候 我也是中年再回头去看的时候 又更有感触 对 但是我觉得青少年那个时代 再一去看 可能感觉还没有那么深 当然你分了很多的章节 其中还有一个章节 就是初恋 就是恋爱 对不对 一开始就写到了是白居易 曾经沧海 难为水 除雀乌山 不是云 我怎么想到穷瑶 穷瑶阿姨有很多很棒的句子 有她很厉害 其实她蛮厉害 她也会融很多古典诗词在里面 对 我们现在会去看 其实她是蛮有涵养的 她是蛮有涵养的 所以你一开始就讲到了白居易 讲到了白居易 以前小时候的 这个年轻时候的初恋 其实那个时候都十几岁 就结婚啦 对 可是你看白居易 她是三十六岁都还没有结婚哦 三十六岁就算是放到我们现代也是觉得很晚的年纪 也是一个晚婚的年纪 而且以她当时的身价 她已经考取了公民 然后又有一个不错的职业 然后诗也写得不错文章也写得不错 可是就是没有结婚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对那就是因为她忘不了她 有一个初恋叫做香灵 对我们常常在讲 她最有名的作品是长恨歌嘛 那长恨歌其实表面上好像是在讲唐玄宗跟杨贵妃的故事 但实际上里面是有一个人的影子 就是她的初恋香灵 在天愿作比翼鸟嘛 对在地愿皆连礼之 这是长恨歌 但其实她在写 写长恨歌之前 她写了很多有关这个初恋香灵的诗 尤其是她有一首诗叫做长相思 长相思她里面写说 人言人有愿 愿至天必成 愿作远方寿 步步彼间行 愿作深山目 吱吱连礼深 就你念这个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诶这怎么跟长恨歌很像 其实她就是长恨歌的前面的作品 前作 前作 那个《魔戒三部曲前传》 没有啦就是那一支这样子 就是那个前传 也就是说长恨歌 她就是写给相邻常相思的脱胎之作 因为到最后因为家人反对 因为当时唐代他们要结婚一定要门当户对 尤其是你一定要选那种什么五姓七旺啊 一定要跟旺族结婚 那白居一她虽然不是旺族 但她也是一个考取近视的 就是很厉害的人 可是相邻她就是平民之女 就农家之女她什么都不是 所以她妈妈就以死相逼说 你不能跟相邻结婚 所以后来白居一她是跟 那个她的同事的 那个好像是表妹结婚了 嗯 对不是跟 就没有跟相邻结婚这样 那妈妈也是以死相逼啦 就说你再不结婚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的 得不到的总是最美的啊 对 对不对 才会有这么多好的文章出事 所以常相思到常恨歌 中间那个相思到恨 那个转折 到底是 里面多么的 白居里面多么的恨 从相思到恨她多纠结 因为她恨她自己也没有办法 去 去挽回这一切 没办法 就很无力啦 那当然到最后 他们其实还有 最后还有再见一次面 是中年的时候 就是白居一她到 她被贬到那个江州的时候 她遇到了40岁的相邻 她那时候44岁 然后遇到自己 也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她那时候写的 是不是琵琶 菲布就是 硴琴形 可是当然 比批琴的 菲布琴形 我们没有讲到相邻 但是有一段故事就是说 她在那个时候 就遇到了相邻 那因为相邻 其实已经不像以前 十几岁的时候 那么漂亮了 而且相邻也都终身未婚 因为她也思念她乐田哥哥 就是也终身未婚 乐田哥哥 乐田女孩跟乐田 你写到乐田女孩跟乐田哥哥 对对对對 因為白居易自樂天 就還是想著他的樂天 所以也沒有終生未婚 可是兩個周年人其實在那個場景遇見 真的是相逢何必成相識 對啊 就是也沒有辦法再結婚了 不可能再結婚 他年紀也大了 對 所以 那個白居易寫了《琵琶行》 也哭得青山都濕 江中架 什麼 江周青馬 司馬青山濕 就哭到衣服全都濕了 就沒有用 就沒有用 再也晚回不了這一段 他的初戀 他的感情 所以比較起來呢 這個愛追愛的徐志某跟白居易 是顯然不同的個性了 對 你有特別還把徐志某寫在裡面 對 我特別有寫到徐志某的愛情故事 好 我們等一下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聊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了 我是趙婷 獨懂古人的痛就能跳過現代的坎兒 真的可以跳得過嗎 有的人啊 就是說明明知道 但是我還是要跳進去 你知道人喔 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很特別 就是有時候你二十年後往回看 自己以前做的決定 或者是說過的傷痛 有些人還是覺得很痛 有些人覺得雲淡風情了 這跟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對 沒錯 就是如果我們是看蘇世的話 他真的是放下一切 其實他在這一生中那麼波蘭 那麼波蘭萬丈 可是他到最後他都選擇放下 他沒有再去怨恨任何人 你看他的詩 他的文 他都是幽默又樂天 他唯一放不下的是他弟弟 就是到死之後 他沒有辦法跟他弟弟再見一次面 這是他最大的遺憾 當然這個杜撰的楊過跟小龍女 我倒覺得蠻好的 最後就 物理事事對不對 對對對 金庸大師的 好 回到了這個書上都寫 他古人 為什麼最後還會特別要寫一下徐志摩 我特別在 是不是因為你寫的時候 正好你女人練國二 正好有在別康橋 對 是沒錯 對 那個時候 對 就是他剛好在念 徐志摩的在別康橋這個故事 那當然我其實很喜歡 人間四月天 我們那個時候應該也是20年前的 這部片那時候非常非常紅 對 徐磊是那個徐志摩 然後陸曉曼是那個 伊能靜 伊能靜 對對 然後周旭 劉若 劉若英是那個 張又怡 然後那個周旭是 對 林輝英 他們演得非常棒 很經典的一部戲 我超喜歡 我還去買了DVD 那個時候啦 就買 而且我們那時候 黃磊還有來我們戲上演講 哦 對 然後全部的那個 中文戲的女生都瘋了 因為那時候真的超級紅 然後就來我們這樣演講 然後 嗯 很喜歡這個故事 講到徐志摩 可是說實在話 就是說有時候 有才跟文人 就是他這麼年輕的 就等於飛機失事就離開了嘛 對不對 但他如果真的沒有離開的話 可能現在我們的評價又跟 又不同了 對 有時候很難說 是 其實我在寫人間四月天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沒有把徐志摩放進去寫 我是寫他身邊的三個女人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三個女人 真的代表了不同的個性 完全不一樣的個性 也代表不同的典型 像張又怡的話 就是那種很堅韌 很傳統的女性的個性 然後 臨婚姻是有他自己的追求 那 陸曉曼他就真的就是愛情 對 浪漫跟愛情 他追求的就是這個很 很浪漫的人生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 女孩子三種的典型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分別的寫了這三個女生的故事 嗯 我覺得很棒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說 以前你好像覺得 這個張又怡好像很年輕就嫁給他 什麼事情都不懂 可是人家後來還成為銀行家 對 追求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林慧英本來就是一個有很才華的女生 所以他跟他先生 也做了一些建築上面的一些 出了一些書 對 他們在建築上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其實如果說你念的是建築系的話 你一定是一定會念的 一定會念到林慧英相關的著作 像我們台灣有很多的建築 譬如說中正紀念堂上面的那個屋簷 那個都是林慧英跟他的先生梁思成 他們去走遍那個大江南北 走遍中國的各個城鎮 去做出來的那個 那個建築的典範的樣式 然後畫在一本書裡面 然後台灣的台灣的建築師就會 按照他們畫的那個東西 去做出台灣的古典的那些東西出來 所以你看到像什麼中正紀念堂 那些都是林慧英跟梁思成 他們那時候去找到的建築的樣式 所以要讓大家來了解一下他們的成就 對對對 那當然這個回到了你這本書當中 你有談到了好多大家比較熟知的人 同時也有特別把一些古文放進去 我覺得這個古文放進去之後 並沒有佔得太多太多的比例 就佔得剛剛好 讓大家就是說 看看文言文文之後呢 有一點不太了解了 你就還有一些解釋 對對我還會把解釋放在後面 所以其實如果你完全略過 那個文言文不看的話 這本書你還是可以看得很開心啦 就是你刪掉它 它也不會影響到你妨礙的那個 閱讀的那個樂趣 對對對 我的其實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能夠在看閱讀的時候 或是說在國文課本之外 可以看到這些古人 這些文人 因為這些都是國文課本上 一定會出現的 我特別挑過 那國文課本上很容易出現 就像你書上有寫到 像杜甫、李白、莫、浩然跟王維 他們就一定會出現 從國小的課本當中就會出現 就會出現 可是大家可能很少會了解說 原來他們這幾個 有一些友誼的關係 譬如說杜甫是李白的謎地 而且是超級謎的那種粉絲 腦粉 腦粉完全是腦粉 他寫給李白的詩 他就四十幾首吧 四十首 然後他自從跟李白一起去 李白啊高市啊 他們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那一次以後他就再也忘不了李白了 春天也寫李白 然後秋天也想李白 冬天也李白 也寫李白 然後送朋友去哪裡的時候 也順便想一下李白 你可以看到他的詩裡面就是 李白、李白、私李白、想李白、送李白 什麼什麼的 他為什麼那麼喜歡李白 李白到底有什麼樣的個性 讓人覺得很喜歡跟他做朋友 我覺得李白就是那種很豪放 很狂妄的那種 就是可能在你面前就會講他多厲害多厲害 然後他跟那個杜甫是差蠻多歲的 差十幾歲 所以他當初帶著那個杜甫一起去玩的時候 就有點像大哥哥在照杜甫的感覺 帶小弟弟 對帶小弟弟 然後就是我帶你看看見識一下 我們到哪裡去什麼喝酒啊 然後看那個去賞一下那個什麼山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們總共遊歷了兩次 那兩次都讓杜甫都很開心 也把他常常在老年的時候都會回憶他們他跟李白一起去共遊的這段時光 所以真的有春日一禮白 冬日有懷禮白 天末懷禮白 夢禮白 夢禮白 都是禮白 都是禮白 但禮白只有寫過一首詩給他 哈哈哈哈 而且那首詩都在講喝酒 哈哈哈哈 也沒有講到他 哈哈哈哈 送一首詩給他 就是有回憶一首詩給他 但都講喝酒而已啦 就什麼什麼什麼姿妹 但裡面都講喝酒 他送夢浩然到廣陵是李白 因為李白很喜歡夢浩然 哈哈哈哈 李白他是直求告白 他寫無愛夢夫子 就是我愛夢浩然啊 直接就講出來了這樣子 所以而且他送夢浩然是一直看著夢浩然的船 就這樣消失在天際 對 對 唯劍長江天際流 就是你是 就是 你是我的唯一 對你是我的唯一 你一直看著你這樣子 他非常喜歡夢浩然 聽了我們這個以後 會不會想再把那個詩再好好唸一遍 然後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囉 我是張傲婷 讀懂古人的痛就能跳過現代的卡 史上最潮的國學經典 林立軍 綠軍媽媽 原神出版社所出版的 很難邀的綠軍媽媽 但是大家可以看 很思突 你平常都在做什麼 綠軍媽媽 平常 其實我現在就在經營自媒體 喔 那次很忙 對對對 就是在做粉專 然後當然現在還有一些邀約 還有一些文案的製作 還有一些書 書的邀約也蠻多的 但我還在想我下一部的書要寫什麼 就是我還在 還在想 要繼續寫這本國學經典的 第二集呢 還是 因為我出版社邀我寫小朋友的 閱讀的 一些書怎麼帶小朋友閱讀 或者小朋友怎麼培養 小朋友建立閱讀習慣 對 所以我也在想說我下一本書的主題 對還在找 好 當然還有兩個孩子 所以比較辛苦一點 對對對 其實主要工作也都放在他們兩個身上 好 王維跟孟浩然 剛剛講一下好不好 就是李白有寫給 孟浩然 孟浩然 對 但是王維跟孟浩然 感情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有一個故事啦 這個故事是 宋代的新唐書 也就是歐陽修 跟宋綺他們寫的 這個史書裡面 他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孟浩然到王維的辦公室去找他 因為唐代他們 唐代的辦公室有床 因為唐代會值班 就像我們現在會加班一樣 會職業班 對 所以 唐代的辦公室有床 然後那個 孟浩然到王維辦公室去幫他們找他 結果那時候唐玄宗來了 所以孟浩然他一緊張 我沒有特別報備 結果突然皇帝來了 他就躲到那個王維的那個床底下 躲起來這樣子 可是王維他就不敢 隱瞞皇帝 就告訴玄宗說 我的朋友孟浩然來了 那他因為不應該在這邊啊 所以就不敢見你 他藏在床底下 對 然後玄宗就說 沒事沒事 我聽說他詩寫得很好 那可不可以請他來 就是念首詩我聽聽看這樣 結果孟浩然就從床底下爬出來 然後就唸了一首 碎木歸南山 然後詩裡面 講到了 不采民主器 多病故人疏 然後這個白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也沒有什麼才能 所以既然是 所以是 聖民的君主也不會用我了 對那 這一庭就是在 有點在埋怨玄宗說 你是不是都不用我啊 因為你覺得我沒有用了這樣 那玄宗一聽就很生氣就罵他說 親自不求是 正何嘗氣親 就是說你自己40歲以前都不來考試 你怎麼可以說我拋棄你呢 對啊對啊 你就老闆再有錯 你也不可以說他錯 老闆講的也不錯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 孟浩然他實在太不懂 那個職場的生存法則了 從此之後就是 自斷釋換路 就只能回家種田 對 然後 這麼好的機會 對不對 他竟然就講了這種話 就是說 我因為 就是因為你也沒有 對 我沒有什麼才能 所以你都不用我這樣子 就你不可以說是 皇帝的問題嗎 對對對 所以他那時候說錯話之後 他就再也沒辦法 就是進京 然後有官職這樣子 對 然後 當然就最後他就離開了 就跟王偉離開 他跟我很好 他留下了一首詩叫 《留別王偉》 對 就是說 集集進何代 朝朝空自歸 御尋芳草草去 喜與故人為 當路誰相夾 知因事所息 只因守吉莫 還眼故原非 他就是說 我只好一生都守著寂寞 然後關上老家的蠻 就與世人隔絕 他就歸以山領 聽起來有一點就是要討拍 他從一開始跟那個 玄宗講話 不才民主器 多病故人輸 的意思就是說 就在討拍啊 就是說你看 我這個身體不好 也沒有才幹 所以你也沒有想要 沒有君主要用我 對對對 就是他都在討拍 是在討拍的意思 沒錯 可是當然我們這個時候 如果你看到他 你當然不能這麼說 他都要你贏首詩了 就你既然贏的是這首詩 你好歹也拍一下唐玄東的馬屁 可能也都好一點 對 如果我現在身在古代要拍馬屁還很難 你還要五言喔 五言七言 五言七言 還要對仗還要幹嘛 還要押韻什麼的 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不簡單 是的 不過他們那個時候畢竟都在常常在寫詩啊 所以應該是難不倒他們 我現在很想要了解 古代人不知道怎麼說話的 對 輕什麼什麼的 無什麼什麼的 就這樣子講話 可否知否知否 英式綠肥紅 什麼要亂講 就是感覺上都很簡短 那個是用那個寫在書的 因為那時候紙比較貴 所以你不能寫太多字 對對對 像竹简啊 然後刻在上面 所以你覺得就是文言文 只能寫一點點寫一點點這樣子 才不會浪費那個紙 然後到最後 我們可能看明清畫本小說 那邊就比較接近白話文 或我們現在的說話方式 那是因為印刷書的關係 所以紙張大量的都有這樣子 所以也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在讀詩的時候 要想到它那個年代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看你這本書當中 看到一些古文的時候 就把自己丟到那個歷史裡面去 對對對 你就可以了解了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到底要怎樣可以讓 小朋友的國文能力增進 然後怎麼樣才能讓小朋友 古文成績變好 我都會跟他們說 第一個一定 最要緊的 就是要把注釋給備好 對 就是一定要備注釋 對對對 就是你那個馬步要紮文 因為其實 我們在講那個古文的時候 它有時候一個字 會有很多的意思 對 譬如說我們在講若 若這個字好了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譬如說有你的意思 然後也有很相像的意思 但是你把這些注釋都背清楚 背熟之後 你看到 即使是你看到一篇你從來沒看過的古文 你也可以把你的意思 學過的意思套進去 然後順順看哪個意思對 那那篇古文就沒什麼問題了 對 所以最重要的時候 那篇古文的注釋是一定要背的 好 這段也把他截下來 給那個國中的同學聽 注釋一定要背 對 注釋一定要背 自修啊 課文啊 裡面的注釋 老師講的 那種一定要背起來 枝有什麼用法 乳有什麼用法 那個常用的一定要背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 好 那介紹的這本書 其實內容好多好豐富 慢慢看沒關係 一點一點的讀 一段一段的讀 你就可以讀懂它 而且呢 這是比較輕鬆的 讓你了解古文的方法 再次謝謝林立君 立君媽媽 謝謝 拜拜 謝謝主持人 謝謝